姜維英早 早啊 時間有限啦 我直接切入重點 昨天外交部長吳釗現在在這邊講說 美台關係堅若磐石 其中美方的具體作為就是提供下對作為 第一個 美方依法提供台灣足夠的武器 不斷的提供武器 接下來還會有軍售的公佈 第二個 美方也與我方有更多的安全討論 這樣的說法你同不同意 國防部同不同意 報委員有同意 因為這個會議我都有在進行 如果國防部也同意的話 那我請教一下 最新接下來會公佈的重大軍售案是什麼 報委員 我跟您報告 這個我剛才在問問委員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特別強調 因為這個是在通知國會之前 能不能說啦 不能說 不能說 那不能說 那外長都幫你們先公佈 沒有 他是我講的 他是按照我們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在既定的我們軍售的流程當中 他的預測 那內容 內容不能公佈 預算有沒有編列 有編列 有編列 是的 已經編列在預算裡面的軍售 對 都可以看得見 好 所以是在我們審查的預算當中 是的 沒問題 是 因為如果沒有審查過的預算 那我們覺得很奇怪 不可能 是 所以這個是屬於過去我們那段時間 是 包括去年我們在審查今年預算的時候 是的 都在裡面 所以這是在既定的這個軍售當中 是的 未來會不會更多的軍售 報委員這個東西 是要看我們的需求 我國家的需求 好 比較重點 國家的需求 那台美之間過去都是軍售嘛 除了買賣之外有沒有其他方式 那 報委員當然有 但是我不能在這邊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牽扯到我們會議的機密屬性 像什麼 我舉例來講 比如說 大家國人都認為說 今天這場戰爭 武器是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的所有的裡面 在所有的 在所有的 我的意思是說 除了買賣的方式 因為我不希望看到說 台美之間好像只存在軍火的交易 當然不是 那也不對嘛 所以台美之間的這個軍事上的交流跟合作 裡面當然一定會有軍售啦 但是有沒有其他的方式 當然有 報委員但我不能在這邊跟你說報告 比如說 我舉例來講 比如說我們軍事之間的 互訪或交流或訓練 我如果講說 就武器這個面向 對 不是技術的交流啦 武器的面向 除了買賣 會不會將來借放在我們這裡 報委員 您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但是我沒辦法在這裡回答你 因為這都是屬於 有沒有討論過 這都屬於我們在 所有台海之間的過程當中 他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用 贈送的 或者所謂的移轉的 報委員 您所問的問題 我沒辦法回答你 我跟您報告 你如果說要機密 機密來達訓 我可以再機密 我不能在這裡回答 但這應該都曾經討論過 對不對 報委員 所有的可能 我們都必須要列入 部長 我了解 我沒辦法去回答你這個問題 我也同意 但是就是說 台美之間的這個武器上面 的交易 不應該只存在一種形式 當然不應該只存在武器 尤其現階段我想 應該是國防部要提出來 我們真正需要的武器是什麼 可是這裡面會涉及到一個重點 比如說 最近大家都在講說不對稱戰力 尤其這一次的惡物之戰 這當中不對稱戰力 可是不對稱戰力怎麼定義 台美認知有沒有差異 我舉個例子來講 前幾天 Bonnie Glaser 這個美國的學者 他就講啊 他接受那個德國之聲訪問 他說 潛艇 戰鬥機 這些武器都不適合作為不對稱戰力 因為他們在不對稱的戰略當中 用處不僅不大 而且要很長時間去去建造 而且國家要耗費比較大的國防資源 所以他反而建議說 台灣必須像 海岸防禦的巡航飛彈 短程移動式的防空系統 智慧型水雷 無人機等武器 這個叫做不對稱的武器 或者戰略 但是另外一個專家叫梅富欣 你們應該很熟 他講什麼 他說這個拜登 最近幾個月採取一些行動 來推動非對稱戰力為藉口 列出美國國防部認為 台灣應該優先採購的 非對稱戰役的項目 這個其中他就 美國國防部就不贊成我們海軍要買的 MH60R反潛直升機 所以這個採購一直沒辦法著落 因為台美雙方對所謂不對稱戰力 看法認知落差那怎麼辦呢 對不對 我們想買他說這不是不對稱戰力 你不需要優先買 我要先賣你這些 所以這將來會出現一個問題 當然如果這是免費的 他願意主動提供給我們的 我們不用花錢 但是現在是要花錢啊 我要花錢結果我買到一些 我想買的我買不到那怎麼辦 因為認知上有落差 那怎麼辦 鮑威員 我跟您報告 您講到一個非常關鍵的 就是不對稱戰力這個定義 這是非常明確的 我想這必須要有一個共識 那前提是我台灣需要什麼 以我為主的導向 那我剛剛就舉了一個例子 雖然你是空軍 可是這個海軍的反潛直升機 我們採購就不在他的清單裡面啊 那我們想買啊 那怎麼辦 報告委員 我跟您報告 有關於Bonnie Gleiser 還有梅富欣所說的話 我都尊重 因為他是純學術性的探討 可是你們是在使用的人 但我們在使用的人 我們會必須要評判 就是回到前面那個主題 就是不對稱戰力 我到底繼續 但是他所講的是 比如說F16潛進 我跟委員報告 所有不對稱戰力 你要看他的獲得其成 他是不是快速形成戰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平常時期 我要講 請問他不重要嗎 如果攔截F16 我只是說 這個很重要 這中間是未來會發生的問題 所以我才會說 我們最後不要說 去被迫消費一些我想要的 不會 跟委員報告絕對不會 因為我們在審查你的 這個均購預算的時候 有些項目我們不見得專業啊 但我怎麼知道你是被迫消費的 我不知道啊 是 所以從這些不同專家的評估當中 我們去了解到說 他們建議台灣買什麼 那我們自己需要什麼 那美國國安部又認為 他想賣你什麼 這中間可能會有很大的差距 是的 所以這一點我提醒國安部 我才說現在這個關鍵的時間點 你們應該要講出 你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希望的是合理的價格 一定是 那尤其如果說台美關係這麼好的話 這時候反而應該考量到 我們的財政上面的壓力 是的 我們真的財政壓力很大 非常大 今年的國安預算三千七百多億 是的 請問明年會再增加嗎 你們目標是多少 我們在還沒在 因為預算還沒變得到五月份 我想這些都 目標啦 明年一百一十二年的目標會多少 包委員我沒辦法先告訴你 會比今年增加嗎 因為要看整體需求 因為這個到五月份的時候 我們大概預算會出來 會不會比今年增加 我不能預測 還是說我們總體國安預算 國安部有沒有目標說 要達到GDP的百分之幾 現在是還沒有達到百分之三 還沒有 我們逐年成長百分之二是 現在都已經做到 逐年成長百分之二 都達到了 對 像今年是二點 二點二七 那最後會不會達到三 我不曉得 因為這個你要看 我們明年的所有作為費 還有我的所有軍投的預算 來怎麼來變 最後一個問題喔 副部長 我們看到共機擾台 共艦也在繞台 共機擾台我們對應方式有 比如說你用戰機去驅離 你廣播驅離 甚至你用飛彈追尖 對不對 那共艦擾台的時候 共艦繞台 它停留時間久啊 戰機可能要飛回去加油啊 它可能執行兩個三個小時 它就飛走了嘛 但是 船艦 航空母艦 這些艦在海上繞 請問我們的應應方式是什麼 報委員 我們海軍事實上 在每一個區域 只要有共艦 在執行任務的時候 我們都是跟到旁邊的 這是第一個 跟在旁邊 對 也監控它 這個我不能講 這個是監控 第二個呢 就是說您講得很好 就是說它是不是應該要公布 跟飛機是一樣的 對啊 你現在是要公布嘛 那我現在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所謂的國際海域 和公海的這個認知 那我們海軍在做法上來 如果接鄰區二十四十二海里 或是有危害到我們區域安全的時候 我們海軍已經考量 事實要給國人知道 這個恐怕不輸給軍機擾台的問題 為什麼 軍艦在海上可以逗留的時間 比較長 好幾天 是的 然後它的船 這個船艦跟機艦 如果又多的時候 再加上潛水艇的時候 它無形當中 形成一個海上封鎖 海上長城 海上圍牆 那你怎麼突破 所以這些都是 在我們監控範圍裡面 所以我剛剛提到嘛 你們想買反潛嘛 人家不賣你嘛 那怎麼辦 還有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去突破 這樣子的封鎖問題 這是在武器採購上面 你要能夠去跟美方論述的 謝謝委員知道 我們 是 好不好 因為我聽不出來 你要怎麼樣去突破 萬一它全部 因為它的船艦 動不動就是我們的十倍嘛 是 海軍現在有多少艘軍艦 這不能說 這個我想 而起碼共艦是我們的十倍以上 你所講的這些東西 我們都有預營的方案 對 那如果十倍把你的台灣整個 繞起來的時候 它沒有進入你的臨海 也沒有進入二四海裡 我就在外面給你繞一圈 然後一繞就是繞一個禮拜 那你怎麼辦 報告 報告 到目前為止 所有在這個 台河海周邊 不只是有共艦 包含其他國家都有 所以基本上來講 你所說的狀況 是有可能 但目前沒有發生 但所有的海邊 所有的海的狀況 我們不管從北 南 所有的國防 都是在預防這些 可能跟不可能 所以你要做最快的打算 謝謝委員知道 謝謝 好